大家好,我是天宇 新年的第二天,咱们今天横向对比一下 两款150级别里比较火的踏板车 一个是光阳的新弯道情人 另外一个就是三阳搭载150级别水冷动力价位最低的一款车 三阳的小钢侠 这两款车在过去的2022年都已经进行了升级 但区别就在于 三阳的小钢侠从过去的风冷变成了水冷四起门 而光阳的弯道情人外观进行升级之后 在动力方面依然是风冷 但是你不要觉得风冷它的动力就小 你比如说新弯道吧 它的最大功率10.3千瓦 反过来看小钢侠它的最大功率10.5千瓦 当应的最大马力小钢侠也只是多出了0.3匹 但是你又不得不否认在跑长途情况下 光阳的新弯道因为是风冷依然存在着跑长途会偶尔碰到热摔的这种尴尬 升级了水冷四起门的三阳小钢侠在价位上也要略高于光阳的新弯道 两个车大概有1000元的差价吧 两款车同样都搭载着前后的ABS 同样都是12寸的轮毂 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一点 三阳的低端小踏板全部都是单拉线的油门拉线 其实这两款车都属于偏向于运动类型的小踏板 小钢侠的这个外观看起来更具有攻击性 而光阳的新弯道也增加了带透镜的LED大灯 一改过去那种很土很老的安置外观 在油箱的存储量方面 光阳的新弯道是7.1升 三阳的小钢侠依然是6.2升 两个车的续航里程200多公里吧 简单总结一点 如果你喜欢长途的起行 那么你需要选择具有水冷的三阳小钢侠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上下班带步的话 选风冷也可以 对于光阳的新款弯道轻人来说 我一直很少推荐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款车并没有升级水冷的配置 所以说这两款车你让我去选择的话 我会更加倾向于三阳的新款小钢侠 虽然搭载着水冷四起门的这款发动机并不省油 但是大家伙想一下 台湾两阳的车子又有哪一款是以省油著称的呢